长治百合原酒屋基地旁隔了一条农路 就看到一整排的铁皮屋 来自阿里加木的居民选择在一旁自己租房子 就是不想远离部落的生活 希望我们跟我们的部落在一起就好了 你说上的房子 其实谁知道说可能哪一个风在就 你怎么不能等到那个时候 你又说你要盖 然后那时候可能又不在这边 可能又在别的地方 这样子又没有在同一个部落里面 当然是希望是说 有一个地方让老人家能够安稳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家 如果那边怎么了 我们还可以在这边定居 因为这边也是要租金的啊 对啊 毕竟这边的那个 这个自制式铁皮屋 都不适合永久住 自行住屋的居民反映 永久屋分配有瑕疵 甚至也没考量到 在部落属于安全区域的居民 未来如果碰到同样的情形 该如何安置 县政府也做出了回应 它不是现在特别条例 可以去解决的问题 可是它是未来政府 必须去面对它可能会成长的问题 所以应该是说 在未来的政策取向上 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些永久屋基地 它的人口跟户数 真的有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那我们要去思考说 怎么让它现在的永久屋的 部落的居住空间 可以有扣长的一个可能性 这或许是我们必须去 未雨绸磨 也要去跟族人讲清楚的 就是说我们 这个部分可能 未来在政策上要去解决的 11间的铁皮屋 几乎都已被来自家木 还有阿里的居民租用 期待第三期的永久屋 如果有可能新建 是否能够被分配到 但是碍于法令规定的问题 居民还是得符合资格申请 也才能被分配到永久屋 再无奈之余 安全区域 还有没有入住资格的部落居民 也只能想办法租用 离永久屋最近的铁皮屋 也才能实时参与部落的大小事 记者RIGOSER 屏東长治采访报道